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波这个牌子就是你今天走进太子标行 就可以用2万元左右的价钱去买到的一只标 但其实今天的波和它的源头已经很不同了 甚至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波的源头是怎样呢,今天就想讲讲 如果你有留意我的频道,都会发现我是特别喜欢美国标 尤其是美国的股东标,亦是美国的品牌,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未来都可以再抽多些时间讲讲美国的股东标 首先讲回波,波其实是一个人来的webc波 本来它是做开这个中标珠宝的生意 但因为1991年在克里夫兰发生了一件严重的火车意外 因为两列火车迎头相撞,死伤严重的 所以有关当局就找了波来调查意外的成因 以及看是怎样避免同意外日后再发生的 其实这间意外为何要发生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铁路的计时员 它那只铁标就停了四分钟 变了在那几分钟影响到火车转轨的时间 就是导致火车伤撞的 波为了去避免同类事情再次发生 就是因为这个标的问题 它就要解决这个标不准确的问题 就是它制定了一套标的standard 也是做了一些行政的手段 它标的standard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样就是它要 其实有很多条的,我简单讲讲 第一座就是标面要够大 要白色面,黑色针,阿拉伯数字,清晰的 不可以有盖,就是要 要open face,我们这叫做 这里要12点,stem要12点 不可以在其他位置 也都是要拉杆式的眉条 机身最少要17石 也都是要有adjustment 去到5个position 诸如此类 这一套标准满足了之后 才可以被应用来做铁路的街市 这套标准就是所谓的 RR standard,即是 railroad standard 即是铁路级 其实这个standard也影响到 后来随时推出天文台计时的机身 成为世界上两套 比较权威的计时标准 除了标的标准之外 它对于标的行政也是有一些要求的 就是它每两个星期 所有用在铁路计时的标都要是经过它做一些检查和做service 其实波 为什么会起家呢 就是主要是帮标做service 来到起家的 然后再整理它一套标准 然后所有的牌子 慢慢都是跟它那套标准去做 所以波的起家和其它美国标品牌 例如Walpham,Hamilton,Algon 它的起家的方法就很不同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间标厂来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即是说它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制标技术的 严格来说 但是它就有很强的售后服务、维修 以及是一个改装机芯的技术 这方面它的技术是很好的 但如果你要它由零开始做一个机芯 基本上波是没有这件事的 就可以说回我手上这只标 说了这么久 这只标是比较早期的波的陀标 后期的字会粗黑一点 早期的字会比较文咒咒一点 看上去比较罗马一点 这只早期的波 其实是在1910年左右做的 这只能够打开机芯给大家看 让大家看看底盖 看上去就看到了 最低的写着是波模道 这是原装壳 机芯就是这个 这个机芯 这个机芯 我刚才说过 波是不会有自己的自家制机芯 它所有的机芯都是拿别人的机芯 来改装的 其实跟今天很多品牌 拿ETA去改装 其实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波就比较早一百年 这个机芯其实就是Waltham做的 波是用了几个大牌子的机芯 三个其实就是 它用来用去都是三个牌子 一个就是Waltham 一个就是Algon 还有一个就是Hamilton 因为波后来 波先生我说 波先生后来就加入了Hamilton 所以波和Hamilton 其实是很有渊源的 这两个牌子 这个是Waltham做的机芯 但是你看不出它是Waltham做的机芯 基本上都因为它的甲板 那些东西很多都改过了 波去帮它 简单来说 它就是嫌以前的机芯 就不满足到铁路的要求 所以它就去加工改造 但是加工改造的同时 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美术的元素 你看到最明显最明显的 就是它那个甲板的打磨 圆圈形的日内瓦文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波的款式 另外就是这个金章 这个金章 这个位置 这个金章只会在Waltham机芯 上面才看到 例如如果你买一只Hamilton机芯 的波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21写的 机芯 Waltham的Model 1899 虽然它的名字叫做Model 1899 即是它的机芯型号 但其实它是1910年出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着这个最号 是去找回的 留意波的最号 全部都是有个B字 大家是B字 B字 然后是246910 你看到我这个最号就是这样 其实这些就是波的特色 最后可以上一下链 这些机芯型号 让大家看 这些机芯型号 这些机芯型号 或者给大家 听一听 这些波的机芯型号 的声音 今天很高兴介绍了一只我自己很喜欢的铢标 波的铁路铢标 Waltham 基芯 而且两个牌子都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顺带一提 由于波是这么出名 做铢标 今天也是一个OK的牌子 所以它的标 今天来说 铢标就比其他牌子 价钱高的其他牌子一些 比较贵一些 当然它的质量也有所保证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介绍 其他美国的股东标 下次再见